好 從畫面中可以看到車道上出現一道道裂痕 幾乎沒有一處是平整的 旁邊休息區長滿雜草 彷彿就像個廢墟 不過還是有自由車騎士成群接隊一起來練習 這裡就在新竹市十八間山上北台灣唯一自由車場地 超過四十五年歷史 長時間沒有舉辦賽事導致軍列嚴重 而目前體育署以及市府編列一億一千多元的經費進行改善 民眾卻反應整修進度似乎有一點慢 來聽一下市府怎麼說 議員在六月份參與會刊表達意見 市府納入並採取修正規劃 趕進攻期 解決先前的延宕 目前正辦理規劃設計審查 七月二十二號送系審通過之後 就可以進行發包作業 預計八月上網公開招標 另外有議員指出 目前轄區內選手沒有專業練習場 擔心會有危險的問題 只好一滴訓練 期盼整修進度可以加快趕上 2025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自由賽車場賽程 以上一段消息